马席二会昨天下午正式登场 那这一次呢 陆方会马可以说是极高的礼遇 而同时呢 习近平他没有提到一国两制 是不是释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 好我们带大家来看 好看到的是昨天呢 这个强东马英九 跟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个人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再次的会面握手 握了有16秒之久 也重现2015年的世纪之握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 其实除了习近平之外 好有三位的国家领导人 这样子来接见台湾的客人 包括了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人 潘贤长以及中央中 中共中央书记好的这个蔡奇 好还有看到王沪宁 宋涛也都在场 非常高的一个礼遇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是呢 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好这也凸显了 习近平对于马英九可以说是极度的重视 好因为呢大陆在办这个重大的外事活动 跟重要的会议呢会选在这个地方 同时这样子也杜绝了矮话的质疑 一直到开场前呢才透露 给了媒体一些惊喜 包括大家之前推测的可能会不会在福建厅啦 好台湾厅但是最后呢选在了东大厅 那么这个东大厅呢过去见证了港澳的回归 还有呢好这个习近平跟拜登呢视讯会议的一个地点 以及邓小平跟戈巴契夫也是选在这里好进行一个历史的握手 所以这一次也选在了东大厅 好也凸显了对于马英九的一个重视 那我们来看到双方之前讲了些什么呢 马英九就不小心脱口了这个中华民国 好后来又改口呢强调说这个一中各表 好重申 两岸呢1992年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来表述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未来两岸应该要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 杜敬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闽恩仇 好相信呢大家都可以有智慧的和平来处理两岸的争端 好那么习近平这边呢好对于说两岸和平发展呢 这个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核心呢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个基本事实 有共同的认知提了四个坚定 声称说一家人啊要和谐会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推动两岸的交流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媒体人谢寒冰呢 他评论说在东大厅来接待马英九 很明显是要让马英九回来之后可以说得上话 不会被人家给指责有一些矮话的可能啊 好甚至呢没有一点被委屈或者是被民进党见缝插针的一个地方 把很多的细节都考虑进去了 那我们来看到学者分析哦 这个尹利桥他说 习近平没有提到一国两制是要借此跟台湾社会喊话 好春风送暖 那但是呢也没有跳脱这个更硬软的更软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那就是硬化软说贯彻他一贯的这样的一个作风 学者赵春山说短期之内对于两岸关系具有缓和的作用 但是不表示已经转为为安了 因为呢马英九他现在就算是一个一届平民 没有公职没有等职 那所以现在这个球还是丢给了520即将上任的赖清德 以及美国了 好大陆的学者尼永洁就说 马席二会释出的讯号就是 两岸关系呢应该由两岸的民众 两岸的青年来做决定 而在马英九访路之后呢两岸交流或许有机会迎来小高潮 所以包括其实人民还有观光业者 其实呢都很期待 那我们看到中国时报相关评论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借由呢跟前总统马英九会面 向台湾诉求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 两岸的关系再怎么紧张 台湾民间来自大陆的文化习俗从未中断 民进党政府应该要借此主动来解禁两岸民间交流 深化两岸的文化连结 两岸必然呢就会往和平的道路来迈进 好所以呢两岸这个怎么发展呢 最终当然还是看准总统赖清德了 好我们继续看到的是马席二会昨天下午4点钟登场 那马英九致辞时呢重申原汁原味的九二共事 一度呢把中华民族讲成了中华民国 对此前立委蔡政员就说了 这么重要的场合任何人不应该有口误 如果真的有口误那么就会把它当作是刻意的 这么重要的场合任何人不应该有口误 如果有口误就会把它当作故意的设计的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推论 如果说是一种口误的话 那就非常非常的失离 应该不是马英九这种等级的人 那么容易犯的错误 马英九也不太会口误 尤其是这种重大场合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他是刻意要丢出中华民国 然后说口误是中华民族 的确中华民族的语气上下文才合谦合理 口误讲中华民国就要堵住很多人 你不讲我不敢讲中华民国吗 我当着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 所以你认为这绝对就是一个刻意 因为习近平也不能说不对 这个刻意应该是双方有默契吧 我认为双方有默契 理由很简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面 有没有讲四个字中华民国 有啊 你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的 有个中华民国存在你不承认嘛 你可能可以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如果说这是一个在双方默契之下 允许的一个所谓的口误 那你觉得这意味着大陆的弹性 大陆的思考是什么 就大陆来讲 第一个马英九现在没有公职身份 民间有人当然可以口误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也在传达讯息 那这个也是大陆的一个龙人的底线 好所以呢 这到底是不是马英九的真心话 至此的时候讲到了中华民族 脱口说出了中华民国 那对此立委 许巧新在脸书上面发文就说啊 口误也是一种艺术 这期间呢 还放上了中华民国国旗 跟大拇指比赞的贴图 那这个发文一出 底下有很多的支持者就留言啊 包括说 要给马前总统跟徐巧新一个赞 对等才有价值 尊重才能享有礼遇 有人就说 马前总统才是真正爱国幽民的好政治家 好看到昨天马席二会登场 那么马英九致辞时 他坚称 说这个两岸坚持九二共事 杜敬杰伯兄弟在相逢一笑闽恩仇 对此时评论员谢寒冰就表示 马英九的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已经见面了 那么一笑就把过去的恩怨给化解掉 大家都还是一家人 都还是兄弟 兄弟之间就是要起立断经 第一个鲁迅在对岸的地位 这个是不言可遇 所以他引一个对岸大部分人知道的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比喻容易更贴切 那另外就是 他用杜敬杰伯兄弟在刚好符合 现在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两岸之间又有金门的冲突啊 又有台湾海钓船的士兵被到现在还在大陆这边还没回来啊 然后彼此之间互相你过我的中线啊 我对你呛瞎 我们本来还要在前线实施实弹射击啊 然后好像剑拔奴章的气氛已经压不下来 然后相逢一笑闽恩仇 那很简单嘛 马英九说现在我们两个已经见面了 我们两个就一笑 那过去的这些恩恩怨怨我们就把它化解掉 大家还是兄弟那兄弟之间就是兄弟同心齐立一断断 这个话不会是马英九对习近平个人说的 你觉得他在寓意两岸之间的什么 就是两岸我们两岸的同胞就是兄弟啊 那既然是兄弟的话 一些知知节节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么多 一些过去的一些 你对不起我我对不起你 我讨厌你你讨厌我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我们兄弟大家见了面 我们在一起了 那就是把这些全部都忘掉 大家一起攜手共创的未来 我想我想这是马英九最重要的一个表达 好我们看到的是昨天举行的这个马锡二会 那习近平选在人大的东大厅跟马英九来会面 这跟习近平与拜登的视讯会是同一个地点 这也显示对于马英九的高度礼遇 马锡二人呢不约而同的强调中华民族以及和平 各界分析这显示了和平已经是两岸的最高共识 时隔九年马锡二都会面 地点悬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这一厅也是习近平跟拜登的视讯会议场所 显示对马英九的高度礼遇 新加坡的马锡会跟这次北京的马锡二会 两人两次都分别打上蓝色跟红色的领带 上回历史性首度会面足足握手80秒 这次两个老朋友碰面握手16秒 在两岸关系高度敏感时刻 习近平强调反台独 还说没有心结不能解 马英九更挑明说反对战火 马锡二会让两岸在危机中重建和平树光和共识 马锡二会双方都谈到中华民族及九二共识 满久甚至公开提到中华民国和一中各表 专家分析这代表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大交流的通关秘语 两岸该在模糊空间中创造和平共融 九二共识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这就是蛮大的一个空间 创造性的模糊 两岸的事情就是要采取一个比较宽容的 模糊的一个态度才走得下去 否则就会搞得剑拔奴障 我也不相信他喜欢打仗 打仗劳师动众 两岸和平相处 任何事情都要求和平不可以动武 不要去故意去踩他去刺激他 这是最高明的生存之道 五二零星内阁还没上任 在野党奉劝千万别再走 蔡政府过去青梅反中老路 千万不要因为某些美国人的煽动 或某些人政客的利益 短期的利益 而把所有我们 所有老百姓的幸福生命 统统都赔进去 马歇尔会再度写下历史新业 两岸能否借此扭转僵局 就看新政府要怎么做 记得离线下历红路 严佩宇 李玉璇台北报道 好 前方通马英九致辞时呢 强调说两岸坚持九二共事 杜敬杰伯兄弟在相逢一笑敏恩仇 那么讲到中华民族的时候 他脱口说了中华民国 提到九二共事时呢 脱稿讲了各自表示 技巧性的口误话题不断 国民党列为赖斯堡呢 脸书发文就说啊 马英九用一中各表的方式来捍卫我们的主权 这让不断唱衰马英九的绿营人士 脸被打得肿肿的 那赖斯堡就说 马席二会让民进党制造出了 两岸极度紧张的气氛呢 消退了一大半 民进党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感谢马英九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